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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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今天另外選一隻就是257 問題是環境 我想當然利是股我覺得準則會有一點點不同 一來起碼都要有馬上的限制 我想大家的利是不會去到幾萬幾十萬 利是幾千萬左右 應該是一萬元內 所以我想起碼都要一萬元內 你買得到一手的 那些才算是利是股 所以關聯環境其實每手五千多元 一千股一手 其實相對的入場費 就貼近一些利是股的準則 而來我想利是股那個 我自己的另一個因素想選擇 都起碼是穩陣 還有能夠做到有機會 找到錢的一個格局 所以我想怎樣都會選擇 偏向是收息股為主 所以關聯環境算是入場費 又合而得來 又有很不錯的收息條件 因為其實現在它是有五厘幾六厘的額色 其實如果要分這個額色 你說你真的把利是股買下去 我覺得其實回到中場線來計 都會有一定的可能再增值的可能性存在 連帶來選擇利是股的話 都是選擇一些比較穩陣 亦都是覺得增長OK的股份 其實關聯環境的增長是不差的 因為特別去年的上半年 其實它當時的盈利增長 收入是增長四成幾 順利增長兩成幾 其實增速平均 過去每年都是成多兩成 是一個很穩定的增長 但是股值其實是很便宜的 它現在來說其實股值 都是只有六、七倍PE 其實是一個很低的水平 所以我也覺得就是 你選擇利是股的話 你這麼便宜的股值 其實都不會預期到什麼很大跌的可能性 所以算是幾個準則 都符合這方面的選擇 還有剛好股價 其實過去這段時間 它都由高位調整了不少 我覺得去到這些位置 其實五個七這些位置附近 開始慢慢有機會是轉定下跌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些位置 如果真是接下來收了一些股價錢 有機會可以在這些位置開始吸納下 還有我想最大的好處 就是它的盈利增長穩定之餘 如果股值便宜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本身的業務 都是做一些內地的環保相關的 垃圾發電相關為主的那些業務 其實雖然不主 是好像那些光復風電那些 那樣這麼明顯受惠的國產 但是其實你的環保相關 都是有一定的國產上的支持 所以我想再加上 其實它本身近年 這麼拿的訂單回來 其實是越來越和很多不同的 內地的地方政府 省市拿到單 其實它的盈利能力是很穩定的 即是你拿到單的量 其實在接下來幾年慢慢滲出來 所以我覺得業務面方面 又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想整體來計 其實對於它那個可能中線的看法 我都是比較樂觀的 所以理事股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即是這個貨就是中長線 就不是說去到正月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耐一點 我覺得可以耐一點